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喜欢挑拨离间的妈妈 饭桌上 她吃着剩菜 我招呼她吃肉 她阴阳怪气 我儿上班辛苦 她吃了就好 做妈妈的 吃点剩菜就行 我翻了个白眼 但凡您多买点肉 也不至于自己都吃不上 周末 我正安静拆快递 她又开始了表演 哎 现在日子是好了 你们年轻人 衣服买来穿个一次两次的 就又买新的了 母亲节 我送她一个大牌包包 她嫌我乱花她儿子的钱 结果这个包 第二天就背在了小姑子的肩上 这些事情 算是我忙碌生活里的添加剂 穆辛和我很契合 所以我并不在意婆婆这些小打小闹 可最近 穆辛的小青梅雅盈回来了 说是国外进修回来 下个月去杭州某大厂上班 婆婆开始整日念叨雅盈 说她长得好看 学历高 工作好 难言 不是我说你 要不是雅盈那会儿去国外了 我们家穆辛真不一定会娶你 因为穆辛的要求 我并未和婆家人透露过 穆辛工作的公司是我开的 他们只知道 我和穆辛在同一家公司而已 他们认定我只是个小助理 所以婆婆经常会说起穆辛工资高 让我别乱花她儿子的钱 现在又被雅盈透露得高兴迷了眼 一门心思挖苦我工资低 后悔让我进老穆家的门了 我本以为婆婆说几次就过去了 便也没和出差的穆辛说这些 结婚时 我们便达成一致 不问过去 只看将来 所以对于这个小青梅 我其实没有太在意 只是穆辛出差回来那天 雅盈带着瓶红酒 拖着行李箱出现在我家门口 孙姨说 让我住新歌家里 雅盈手举红酒 笑意甜甜 穆辛显然也不清楚 只有我婆婆开开心心带着雅盈进屋 雅盈 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 想住多久住多久 婆婆拉着雅盈的手说道 那架势 感觉是亲闺女回来了 我踢了穆辛一脚 让她解决 可这个男人挠了挠头 转头进屋了 公公还在广场溜 大海没回来 我看着婆婆兴奋的脸 没说话 雅盈说 她租到房子就搬走 可她在我家住了一周 穿着遮不住腿的睡衣走错了七次房间 婆婆还总想给雅盈 和穆辛制造独处空间 这要是看不出我婆婆 这朵老绿茶想干什么 那我就白活了这么些年 我对穆辛其实谈不上爱情 只不过 我俩在很多世上比较契合 但从结婚这段时间 以及雅盈出现后的情况来看 我仔细考虑了下 契合的男人千千万 属实没必要和穆辛这家紫浆救下去 但我公司目前最大的甲方客户 川城集团的负责人 是个非常看重婚姻的人 目前我们正在商讨 明年年矿合作的事宜 今年的项目年前可以结束 在年矿签订前 我还不能闹出离婚风波 但是 对于我婆婆和小青梅的行为 我还是要反击一下的 我不开心 总不能让他们太开心吧 恰好川城集团的项目已经进入执行后期 我也腾出时间折腾一下家事 婆婆过得太过清闲 才整日琢磨怎么拱火 怎么在我和穆辛中间差个人 那我不得已其人知道 还知其人之身吗 我之前听穆辛老家邻居提过 婆婆曾经有着很丰富的桌奸经历 我的公公最近迷上了广场舞 整日没事就在家扭来扭去 而且我不止一次听到她提到林屋小薇 恰好我认识那位阿姨 是个颇有姿色的妙人 最关键的是小薇阿姨的儿子 正是穆辛小组在跟的客户 穆辛还曾拜托我 想让小薇阿姨帮忙和客户说说软话 在婆婆第三次让穆辛帮雅营修客房 那个毫无问题的桌子时 我将小薇的微信分享给公公 并复言爸爸您晚上跳舞时 方便帮我带个东西给小薇阿姨吗 我损失一盒手工巧克力 公公顺利和小薇阿姨搭上了话 接下来小薇阿姨给我的回礼 以及一些互赠的小东西 让公公在传递物品时 用她油腻的撩妹技巧 和小薇阿姨进入了暧昧拉斯的阶段 公公越发喜欢打扮 晚上跳舞也回来得越来越晚 在厨房盛饭都能笑出声来 我想可以打响第一枪了 小薇阿姨的朋友圈发了一张自拍 说看完电影想吃火锅 求拼桌还带了电影院的定位 我看到公公的点赞后 转头和沐昕说想去看电影 我的声音有些大 正在磕瓜子的婆婆立刻看了过来 真羡慕你们年轻人会享受 我这一辈子味儿为女 连电影院的门槽哪开都不知道 摊在沙发上的雅盈也出声帮腔 阿姨让新歌带你去看呗 姐姐这么孝顺一定不会介意的啦 公公一大早就出门了 这会儿或许在广场溜达撒网 又或许在等着她的小薇 我查了小薇阿姨去的影院电影播放排期 又看着婆婆和雅盈说了 一些茶里茶气的话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 采起身拍了一下一直沉默的沐昕 那就一起去呗 看完电影正好在外面吃晚饭 雅盈也一块你新歌请客 沐昕冲我感激地笑了笑 我挑了挑眉 希望半小时后 她不会后悔带着那两包茶出门 婆婆和雅盈一路兴致高昂 像斗盛的公鸡 一路顺畅 所以我们四人到电影院时 正巧看到等在门口的公公 以及花枝招展的小薇阿姨 正处于爱意朦胧阶段的两位中老年人 显然没看到人群中的我们 我婆婆不愧是经验丰富人员 嗷嗷叫着就冲了过去 直接打了小薇阿姨一巴掌 紧接着就被回过神来的公公推开了 电影院的人都停下来 看这种老年捉奸的戏码 沐昕拉着我想走 可雅盈一边拽着沐昕 一边喊着 孙姨我们来帮你 沐昕看清楚 被公公护在身下的女人时 直接上前将婆婆拉开了 小薇阿姨 怎么是您 妈 别打了快停手 看吧 公公和沐昕客户的妈妈搞在一起 婆婆还把客户妈妈打了一顿 一家人乱成一团 婆婆被暗头和她眼里的小三道歉 看着婆婆不甘心又委屈的眼神 我慢慢展开了笑容 这才刚开始哦 我的婆婆 电影没看成 婆婆坐在沙发上哭 阿欣啊 妈妈可只剩你了 你爸不干人事 和你客户的妈妈不清不楚 妈妈为了你 只能打碎牙齿 往嘴里咽啊 雅盈在旁边安慰 孙姨 这事情也太巧了 是不是有人故意安排的呀 不得不说 一朵老绿茶和一朵小绿茶 这客厅的空气都茶香四溢 公公蹲在阳台抽烟 沐心看了我一眼 妈 还没问清楚呢 你别直接给我爸定罪 婆婆见自己儿子竟站公公那边 气得站了起来 好啊 我养的好儿子 你爸和那妖精拉拉扯扯的 你没看到啊 公公把烟掐掉 什么拉拉扯扯 我那是 我是 我看不下去了 我让公公帮我送东西的 沐心不是想通过小微阿姨 让客户松口吗 公公立马挺直了腰杆 是的 而媳妇让我帮忙送礼的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人 结果呢 你这汉妇一痛乱打 这要是闹大了 儿子都有可能丢饭碗 婆婆和雅盈 看向我的目光带着恨意 但沐心也开口了 说是她让我送礼的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 让叔叔去做什么 雅盈为婆婆打抱不平 我瞥了雅盈一眼 痴笑出声 因为我太忙了 不仅需要工作 还要担心婆婆 往老公怀里塞人 他俩似乎没想到 我会直接挑明 雅盈仗红了脸 逃回了客房 婆婆和沐心也尴尬不语 只有公公像是 找到了攻击点一样 我说你这女人 不是怀疑我出轨 就是挑拨儿子的 夫妻关系 你是这个家里的毒瘤 这个家 无言瘴气都是因为你 我转身换鞋准备出门 给公婆发挥空间 沐心见我出门 也跟着出来了 将她爸妈脸红脖子粗的样子 关在门里 老婆 对不起 我妈 她这人就这脾气 她做饭洗衣也辛苦 你多体谅她 沐心的道歉 把我整笑了 得亏我不是因为爱情 和她结婚的 如果是个满心满眼 嫁给爱情的女人 再经历了这搞事的婆婆后 还要听自己的丈夫 这狗批道歉 估计得气到心梗吧 我随口回了句没关系 沐心还跟着我 还有些欲言又止 像便秘多日一般 我有些烦了 你爸妈吵架 你不去劝劝吗 沐心又看了我一眼 雅盈的是 你别往心里去 她就是一个妹妹 我不会背叛你的 这个男人 我当初看中了她 老实孝顺 现在看来 确实孝顺 只是她对我 估计也没太多感情 整天除了劝我忍 就是让我别往心里去 无趣得很 我敷衍地点了点头 事宜自己知道了 在外面晃悠了一下午 我回到家 发现雅盈正在收拾东西 她红着眼眶 婆婆在一旁拦着 雅盈 你就是阿姨的亲闺女 我看谁敢撵你走 我抱着手臂 站着看戏 一个行李箱的东西 收拾了一个下午 还恰好赶在 我们回家时哭 这两人也不知道 预演了多少次 可是我在这儿 姐姐不开心 我不能让孙姨你难做 雅盈眼泪 要掉不掉的样子 颇有些我见有脸的意思 公公不在 看来婆婆炒营了 被气走的是公公 则真没用 婆婆和雅盈孩 是互相推散 我站着不说话 场面有些尴尬 天晚了 你一个小姑娘能去哪里 等租到房子再走吧 沐昕七七爱爱地 开了口 雅盈也顺理成章 又住回了客房 我回卧室翻开 摆放饰品的抽屉 掐了自己一把 开始惊叫 沐昕很快过来了 我指着抽屉里的空盒子 问她 你送我的三斤呢 怎么都不见了 我盯着跟过来的婆婆 继续发问 我们家是招小偷了吗 婆婆脸色有些不好 你是不是自己放别的地方去了 沐昕想翻别的抽屉看 我制止了她 我确定没有挪动 你们动了吗 沐昕和婆婆都摇头否定 我深呼了一口气 那报警吧 家里招贼了 婆婆见我拿手机出来 连忙开口 先别急 万一是谁不小心挪动了呢 见婆婆这么说 我笑了 她急了 结婚前 沐昕送了三斤 因为款式太老气 我从未带过 可大概婚后一个月 我发现 小骨子过来的时候 带了很粗的金镯子 小骨子是全职主妇 嫁的男人最近失业在家 根本不会买金石 当时我就发现 我窝室抽屉里的三斤 只剩空盒子了 只是那会儿我并不在意 现在我想计较了 那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沐昕应该并不知情 所以她支持我 我们先报警 看看能不能找回来 在婆婆和沐昕 使眼色的时候 我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察来得很快 询问情况 最近有谁进过卧室吗 警察例行询问 婆婆在一旁 已经吓得快哭了 就我们家人 哦 还有她 我只像站在一边看热闹的雅盈 虽然我知道不是雅盈 但吓唬她一下 也挺好玩的 雅盈连忙摆手 不是我 我进卧室时 新歌都在的 这话听着挺有故事 可惜场合不对 所以没人在意 警察问到首饰价值时 我笑着开口 八万八 婆婆哆哆嗦嗦 想否认 可看了看不心 又沉默了 警察同志 这属于盗窃数额 特别巨大吧 警察正在将空盒子装起来 是的 抓到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了 你有产品发票之类的吗 我还没回答 婆婆就早急忙慌悔了话 警察同志没有那么贵 我那会儿买的都是空心的 看着大 其实便宜也就一万多一点 我举着手机上的百度页面 那也就三四年有期徒刑啊 婆婆愣住了 又开始改口 我 我想起来了 之前你妹妹去参加同学聚会 说没有首饰 我想你也不带 就借给你妹妹带了 婆婆说着 又开始掉眼泪 阿心 你妹妹她苦啊 没你们富裕 她都没带过金首饰啊 一出闹剧 以我婆婆被警察教育一番结束 我看着沐心又打算和我道歉 说一些戳心窝子的话 直接先一步开口 沐心 我累了 我的嫁妆可是这栋房子 你们连三斤的价格都说谎 甚至还偷拿 沐心沉默了半天 也没找到可以解释的地方 索性躲到客厅去了 这男人除了货悉尼 就是插刀子 我之前眼睛真瞎 婆婆偷拿我首饰的事情 被我以报警的形式揭开 这是很快在邻里间传播 我也将这些不小心透露给沐心的奶奶 所以传到沐心老家那边 已经变成 我婆婆偷拿 儿媳妇的三斤 被警察抓走坐牢了 婆婆认定 这些都是因为我做得不对 更加不待见我 一心捧着在大厂工作的雅盈 而我 在找一个机会 一个让沐心心甘情愿离婚 并且不影响我与客户 后续合作的机会 公共整日在家哼唱着 小薇呀 你可知道我有多爱你 婆婆又妻又急 却不敢轻举妄动 怕影响沐心的工作 我盯着小薇阿姨的朋友圈 发现她开始晒礼物了 配图都是高档化妆品 或者首饰包包 公共的状态 就是被黄昏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 所以在婆婆翻出公共 装在口袋的购物小票时 又一轮争吵爆发了 在推嗓中 婆婆摔在茶几边 伤口不大 但需要缝针 可头上包着纱布的婆婆 从医院回家 沐心不仅没有安慰 还责怪她误解了公共 那些东西是南烟让我爸买的 送给小薇阿姨陪礼道歉的 妈 你什么时候能顾全大局一点 别总盯着男女那点事 婆婆很生气 公共却因为我帮她说话 开始偷偷告诉我 一些婆婆背地里的小动作 一切都按照我设想的那样发展 在婆婆去医院拆额头的缝针时 我在婆婆去医院必经的咖啡厅里 约小薇阿姨的儿子见面 余光看到婆婆不顾额头上的纱布 东躲西藏举起手机拍照 我险些笑出声来 之前每次我精心打扮出门 婆婆总是偷偷跟在我身后 甚至还在我和客户谈事情的时候 三番五次跳出来 说我不守护道 这次我给她机会 让她好好闹一场 毕竟沐心小组这个项目利润不高 客户还是多 对我而言丢了也不可惜 但对沐心就不同了 毕竟这涉及她的年终考核 沐心一直坚持不愿意靠关系 所以她的上司 并不知道她是我的老公 所以年终考核不通过的话 沐心降职的可能非常大 这也是她 一直这么看重小薇阿姨的原因 人妈为了自己的利益 总是会想尽办法的 所以我开口说 以公司老板的名义 帮沐心约谈客户时 沐心也不顾及 什么靠不靠关系了 欣喜地帮我约客户见面 小薇阿姨的儿子 是个看起来很温和的年轻人 但通过沐心小组对接的情况 我清楚对面这个男人 不像表面上那么好说话 所以我开头就先道歉了 李先生 很抱歉这次合作 对接给你带来的不愉快 贵司明年的合作 男烟 哼 被我抓到了吧 我就知道 你这个狐狸精是个不安分的 婆婆的突然闯入 成功让我们这桌成了焦点 李先生皱着眉 我刚起身想解释 婆婆已经端起桌上的 咖啡泼了出去 我心里暗暗赞叹 婆婆干得漂亮 我都没想到她会直接上手 算得上是超常发挥了 妈 你干嘛呀 这是沐心的客户 我连忙递了纸巾过去 我干嘛 我还没问你在干嘛呢 光天化日 你们就敢私会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 什么客户 还想糊弄我这老太婆呢 婆婆越说越激动 甚至还想上手 我示意李先生先走 抱歉 我婆婆精神状态不太好 迟些我会和沐心 一起向您赔罪 李先生是聪明人 已经明白了我的处境 露出了一位深长的笑容 再见 婆婆咖啡厅 捉媳妇出轨的视频 被围观群众 上传到了自媒体平台 好消息是 我们的脸部被打码了 不会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 坏消息是 我和婆婆的衣着 以及声音 只要是认识的人 应该都可以认出是我 比如我呢 自从我嫁给沐心后 就极少联系的弟弟 就特意给我打了电话 男嫣 你的生活还挺多姿多彩啊 电话里 弟弟语气嘲笑 他一直不同意我嫁给沐心 我笑了笑 这些不重要 快过年了 找个时间去墓地 看看爸妈吧 弟弟沉默了会 低声应道 好 那你不能带那个沐心 嗯 不带他 我叹了口气 只得说 虽然弟弟比我小三岁 可看人却比我准得多 在我和沐心交往时 弟弟就说 沐心看重利益 还大男子主义 不适合我 可自从父母去世后 我便对成家有了执念 而沐心偶尔的关怀 以及优秀的厨艺 让我恍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不过那天 我硬拉着婆婆回到家 看到沐心 在厨房忙碌的背影 已经完全没了温暖的感觉了 尤其婆婆像找到帮手了一般 小跑着哭进了厨房 阿心啊 我可怜的阿心啊 捂着脸哭了半天 婆婆才讲我与李先生 在咖啡厅的视频 打开给沐心看 我撑着头坐在沙发上看戏 看着沐心 脸色转白转红 再转白 沐心不顾婆婆的哭诉 静止向我走来 但婆婆这演技不到位 我倒撇到婆婆 幸灾乐祸地偷笑了三次 阿心 你别动手 咱不能犯错 不行就离婚 咱又出轨证据 让她净身出户 婆婆终于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这女人 惦记着我的房子家产呢 沐心面露无奈 看来婆婆在她面前 提过很多次这类的话了 所以她并不吃惊 结婚 还是得找植根植底的 婆婆很懂偷换概念 但她不该在 沐心早起知道客户情况的时候 喋喋不休 妈 你先别说话了 沐心终于忍不住 吼了婆婆 老婆 李先生她 我叹了口气 明年合作没戏了 你妈妈做了什么 你自己问吧 妈 你做了什么 婆婆还沉浸在自己桌间成功的兴奋中 根本没意识到沐心的情绪不对 我教了她一头咖啡 呸 不要脸 婆婆说着话 眼睛却盯着我 沐心在屋里转了几圈 像一头暴躁的狮子 在寻找发泄途径 婆婆再一次播放手机里 捉奸的视频 斜眼看我 为人处事 还是得有父母教育 才能不走歪路 我火气爆起 刚想开口堆回去 沐心砰的一声 姜婆婆 精心养着的吊篮砸了 妈 你能不能闭嘴 你一辈子盯着我爸 天天捉奸 现在又开始盯着南烟 你诚心不想 我们家过安稳日子是吧 婆婆愣在原地 沐心却将火力对准了她 你太自私了 只想自己根本不考虑我们 新哥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孙姨 她都是为你好 下班回来的雅盈 加入战局 你闭嘴 滚回客房去 沐心脖子上青筋抱起 她这是将一切的不如意 都算在了婆婆头上 不过她说 对了 婆婆确实自私 不然沐心这自私的基因 是哪里来的 沐心和婆婆的争吵 已经上升到别的话题了 我清了清嗓子 帮他们找回吵架的初衷 沐心 你也别怪妈了 毕竟她也不知道 李先生是你的重要客户 也不知道 被她骂了一顿 又被交了一头咖啡的 是小薇阿姨的儿子 婆婆瞪大了眼睛 显然没想到 会是这个发展 可惜了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 送礼物给小薇阿姨 才能约到李先生 我叹了口气 看着婆婆又开始表演 老梨花落雨 阿姨 一个客户 比生你养你的妈妈 更重要吗 妈妈可是掏心掏肺 为你好的呀 可惜 沐心现在气到心梗 婆婆 这哭哭啼啼的作态 只会惹她更烦躁 这是谁重要的问题吗 这是吗 我求你了 别对我好 我求你了好不好 沐心摔门走了 婆婆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就转移了目标 你故意的是不是 都是你的算计 你这个女人 怎么这么恶毒 我笑了 是不是的 重要吗 闹了一场乌龙捉奸 家里似乎开启了冷战模式 沐心对婆婆爱答不理 公公更是忙着哄她的小薇 生怕婆婆交咖啡的事情 影响到她和小薇的感情 只有雅盈 一如既往地扮演 贴心小棉袄角色 我发现婆婆 在和雅盈出去逛了几趟后 似乎又燃起了斗志 看我的眼神带着轻蔑 公公偷偷告诉我 婆婆准备让雅盈和沐心 生米煮成熟饭 逼我离婚 而媳妇 你可得看好阿心 这老太婆心思恶毒得很 川城集团的项目 已经接近尾声 明年的合作年矿 也已经敲定 我正想着 如何和沐心堤离婚 婆婆就帮我递上了 河里的导火索 阿心今晚过生日 你多住点一 婆婆买菜还没回来 公公又提醒了我一遍 我木带感激 真诚地道了谢 谢公公传递的消息 更谢她和小薇阿姨 给婆婆添堵 毕竟公公 每天像枝花蝴蝶一般出门 又横又唱 还明目张胆 购买礼物送小薇阿姨 这些都让婆婆如梗在喉 却因为沐心上次的警告 不敢多说 生怕再影响到沐心的事业 虽然沐心降值 已经是铁板上钉钉子 但爱面子的她 并没有和家人说 这个坏消息 那不如就在生日这天 我帮她说一说吧 婆婆在厨房忙活了一个下午 做了一桌子美食 雅盈也忙活了一个下午 化了一个极其精致的妆 看着雅盈身上的小雕带裙 虽然家里有暖气 但我还是看到 她时不时抖一下 看来短小的雕带 确实不够保暖 或许是最近职场失忆 沐心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酒 很快便露出了醉意 我知道降值让你很难受 但别喝这么多 酒多伤身啊 我将沐心的酒杯夺下 假意关怀道 沐心皱着眉 还没意识到我在说什么 倒是婆婆直接站了起来 什么降值 阿心为什么被降值 你上次闹的 李先生不续约了 沐心年终考核没通过 被降值了 我也站起来 一字一句解释给婆婆听 酒精上头 人的情绪更加容易激动 沐心直接摔了酒瓶子 都闭嘴 沐心突然爆发 沙点把雅盈的细肩带吓掉 你和我 我努力让自己充满茶气 戏声戏气啜气着 公公借机发作 又把婆婆之前 到处惹事的就是拿出来说 场面有些乱 沐心揉着额头 拿上羽绒服躲了出去 我假装粪粪地将桌上的蛋糕摔在地上 雅盈正慌忙穿大衣跟着沐心 时机刚好 我捂着脸躲回房间 打开手机上沐心的位置信息 这个招数还是新婚时婆婆教我的 她为了跟踪我 曾经偷偷在我手机上安装位置软件 绑定她的手机后再删掉图示 还是我撬好手机出问题 换手机导数据时发现的 沐心一直在一栋中 从小区后面的风景盒 到再远一点的商业街 终于在一家酒店停了下来 我打算再过一会去看看 有没有惊喜 可公公却敲门 儿媳妇 你快点去找阿新吧 老太婆也出去了 阿新喝多了酒 等后进上来估计要糟糕 我只得提前出发 出门前 我将小型摄像头 别在大衣领子下面 混在披散下来的头发边缘 基本看不到 顺着定位信息 我找到了沐心在的酒店 刚进大厅 就看到婆婆正要进电梯 我大喊一声 妈 您等等我 婆婆吓了一跳 周围的人也都好奇 看了过来 妈 我知道桌小三这是你擅长 但我还是想亲自来 我撸着袖子边走边说 婆婆脸色很精彩 你胡说什么呢 我担心阿新 所以让雅盈过来照顾她一会儿 我没再说什么 举着手机上的定位画面 对着她笑了笑 这不重要 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 如果沐心出轨 我肯定要离婚的 婆婆眼睛转了又转 似乎在响应对方法 我拉着她静置上来五楼 而后敲了敲502的房门 我听到雅盈小声应门 看来真的是和婆婆约好了 孙姨 我已经帮新歌托好了 你帮我找角度拍照发给 婆婆还没出声 雅盈已经交代完了 雅盈看到四笑非笑的我 先是大叫了一声 又慌乱求救 孙姨 你答应不帮我的 雅盈 我对你太失望了 怎么能趁着阿新喝醉 就动歪心思呢 婆婆倾可了一声开口 我拉着婆婆 直接进了房间 床上木心纸穿着内裤 睡得人是不知 枕头边还散落着 雅盈的贴身衣物 得 都不治好了 我举起手机 咔嚓拍了照 不用发给我了 我自己拍了 祝你早日成为穆太太 说完 我就走了 该拍的都拍了 该录的也都录了 明早就可以提离婚了 我连夜让公司的律师 帮我做了一份离婚协议 兴奋的杀点 没睡早觉 木心是第二天一早才回来的 面带疲惫 她身后跟着婆婆和雅盈一起 这两朵绿茶 似乎很开心 婆婆笑意满面 南烟 该看的你也看了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你要离婚的话 趁早 嘿 有意思 这事商量好了 老婆 木心一脸菜色 似乎极力不想面对这事 我示意她回屋 我们聊聊 姐姐 星哥她喝醉了 可我还是第一次啊 星哥 你得对我负责 雅盈的话 让我惊呆了 他们之前 只是计划演个戏 拍个照发我 这我离开后 是又换了剧本 婆婆在一旁 唉声叹气 雅盈 你放心 孙姨绝对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这俩货 一如既往的没心意 我没了耐心 直接回屋了 过了一会 木心才跟了进来 离婚吧 这个离婚协议 你签一下 我拿出 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木心显然没想到 我会直接提出离婚 或者说 她认为 我会闹一场 因为她和雅盈的破事 木心试图用她的道理 给我灌鸡汤 表明她喝醉了 什么都不知道 她会给雅盈一笔钱 作为赔偿 她又提到 我们并没有问题 一切都是她妈妈的原因 我可以让我妈回老家去 不是你妈妈哦 是你们所有人 都不能住这里 这是我家 我将离婚协议 摊在她面前 木心 我不仅是你老婆 还是你老板 木心还算有点脑子 顺从签了离婚协议 好在婚前 做了财产公事 所以我们也算是 各规各的 谁也不占谁便宜 我也不想惦记 木心那点小钱 没啥意思 还得浪费口舌 好聚好散 希望不要影响工作 木心红着眼 坐在床边 南燕 你是不是从未爱过我 我皱着没看她 难道昨晚喝了假酒 怎么突然恋爱脑上身了 你在说什么胡话 酒还没行 木心欺然一笑 我就知道 你根本不在乎 我是不是真的出轨了 雅盈每日都围着我转悠 也没见你吃醋 南燕 你根本不爱我 你只爱你自己 我不爱我自己 难道爱你这个渣男吗 我不想与她探讨什么爱情 木心再闹下去 你失去的不仅仅是婚姻 还有工作哦 我和木心离婚了 极其顺利 因为婆婆一直在 推着我们去离婚 离婚那天 我将木心生日那晚 我别在林口的摄像头拍下的视频 发给了她 送你的离婚礼物 谢谢你妈和小青梅的亲情演出 木心看完视频 明白婆婆在将她的客户搅黄后 又算计着让雅盈和她一起住宾馆后 对婆婆完全失望了 所以她并没有告诉婆婆 我们的和平离婚 并不是房子一人一半 而是回到结婚前 个人认领个人的财产范围 所以在我拿到离婚证后 就雇了家政 将家里属于木心他们一家人的东西 都清理了出来 逛街庆祝回来的婆婆和雅盈 尖叫着冲了上来 想和家政人员理论 木心站了出来 这房子是难淹的 你们收拾东西吧 我在公司附近租了公寓 我们先搬过去 公共没有一起搬过去 而是住进了小薇阿姨的大平层 木心正常上下班 只是工作状态不太好 我本想就这样吧 无论木心一家之后怎样 都与我无关了 可我的前婆婆 她竟跑公司来了 要投诉而媳妇虐待老人 希望老板辞退我 我正巧无聊 便让前台让她进来找我 不过两周没见 这个老太婆的状态完全不同 木心的不待见 公共的公然出轨 应该让她筋疲力尽了吧 自己过得不好 所以闹一闹 让我这个前媳妇也不好过 她进门时 看到我显然愣住了 带她进来的小陈 介绍了一下 阿姨 这位是我们老板 有事您直接说吧 我示意小陈出去 而后悠哉 打了声招呼 前婆婆好呀 你是老板 前婆婆站在桌前 还没回过神来 木心她不想让你们知道 我是她老板 所以一直瞒着你哦 我转了转椅子 又加了一句 可能怕她慕虚荣的你 会贪占我的家产 做出太多 让她丢面子的事情吧 婆婆是被木心带走的 离开的时候 整个人都有些恍惚 木心再婚了 在我们离婚两个月后 因为亚盈拿着医院检查单 直接到公司堵人了 一袭长裙的亚盈 站在门口 满眼的倔强 然后公司都知道 木心搞大了小姑娘的肚子 还不想负责 对于这个发展 我是真没想到 因为木心她根本 不可能有孩子 我当初和她结婚 也是看重这点 木心要么把 不孕不遇的检查贴出来 要么就得和亚盈结婚 而且婆婆她们并不知道 木心的这个情况 无论木心选择哪个结果 都挺闹心的 在看到木心的婚嫁审批时 我笑了 这个男人死要面子活受罪 木心结婚后 就提交了离职申请 公公告诉我 是亚盈整日吃醋 不希望她在我的公司上班 我直接审批了 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而不是每天摸鱼 还要领工资 辞退她还需要赔偿 她自己主动离职 还省了赔偿的钱 再次遇到木心的爸爸 是在离婚半年后 她一脸疲惫 站在餐厅外侧 似乎在等人 看到我后 善善地笑了笑 我礼貌打了招呼 往餐厅里面看了一眼 叔叔是和木心 他们一起来吃饭吗 他似乎有些尴尬 不是 我和木心妈妈离婚了 这让我有了些好奇 恭喜您 可以和小薇 阿姨在一起了 木心爸爸的脸色更颓然了 唉 别提了 那天 木心爸爸告诉我 雅盈怀孕后反应很大 便辞职在家养胎 木心离职后 换了两个工作都不如意 整天借酒消愁 那个老太婆 又开始念叨你的好了 说你是大老板 说之前住的好 吃的好 她现在整天忙里忙外 还得照顾两个祖宗 这样的结果 其实可以预想到 雅盈肚子里的孩子 对木心而言 是巨大的羞辱 而没了高薪工作的雅盈 对婆婆而言 也没了诱惑 至于公公提起老家的亲戚 都笑话婆婆鸡飞蛋打的事情 我没多少兴趣 便开口打断 叔叔 那您是忍不了这些才离婚的 木心爸爸看了一眼餐厅里面 声音小了很多 老太婆抓着我出轨的事情不放 搞得我精神出户了 而媳妇 我之前也帮了你 你是大老板 能不能救济我点 原来 木心爸爸和我聊这么久的八卦 是为了让我给点钱 我还没回话 就看到小薇阿姨从店里出来了 她一改往常的温婉形象 指着木心爸爸吼道 站那里干什么 快点滚过来提包 我看着她红着脸小跑过去 帮小薇阿姨拎包 小心陪着不试 餐厅里两个服务员凑在一起八卦 说那个女人每次过来 都自己进来吃饭 让陪着的老男人在外面等着 还说那个男人整天被女人呼来喝去 慢一点还会被打 只能说 木心爸爸这只老年花蝴蝶 终于折了翅膀 后来 木心的爸爸又单独找了我几次 说小薇阿姨有暴力倾向 想让我帮帮她 我没理 她自己选择的路 跪着也得自己走玩 我的生活还在继续 木心他们一家人 只是我人生中的短暂过客 这几年我享受生活 也享受恋爱的甜蜜 如果遇到对的人 我或许会心甘情愿 进入婚姻的围城 但如果婚姻带来的更多是束缚 那我肯定会再次挣脱 人生漫长 为什么要过被定义的生活呢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